我在之前好早的视频有提到过App TV Plus 现如今到了2022年中 从2019年11月推出 经过两年半的时间 Apple次拒织打造了流媒体平台 究竟发展得怎么样 今天就来好好聊聊 一位想看和刚接触到他的朋友 介绍一下他的使用方法 嗨大家好 我是小彭 说到App TV 首先来科普一下基础知识 我们常说的App TV 其实有分硬件和软件 硬件就很好理解 它就是一个机定盒 现在最新款的是App TV 4K 2021款 而App TV Plus 其实指的是App推出的流媒体平台 它目前支持Apple设备 有iPhone、iPad、Mac和App TV 安卓 TV系统也同样支持LG和三星智能电视 另外也加上游戏主机PS和Xbox 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它 App TV Plus打开App 这里的语言是根据你的App ID地区来显示的 比如我这里用的是港区ID 就是繁体中文 包括电影和电视的艺名都是香港地区的名称 在使用上App TV Plus是不分区的 无论你用的是哪个地区 所看到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全球统一 这个和奈飞、迪士尼就不一样了 不会有区域不同 内容不一样的情况 和其他流媒体平台一样 想要正常观看 当然就离不开订阅 比如港区的话 一个月的费用是38港币 但不一样的是 Apple对于新购入的设备 是免费赠送三个月时长的 不管你买的是iPhone还是iPad 或者App TV等等都可以 你甚至还可以通过订阅Apple One服务 获得App TV Plus 这样的话 你可以和你的好友主家庭共享 最多六人分摊所有费用 非常值得使用 在你一番操作后 终于可以看片了 但是初次使用的朋友 往往会梦圈 多数人会发现 自己明明已经有账号了 里面的内容 还是要你花钱买 或者是租 惊呼上当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Apple TV Plus 它是一个综合平台 里面除了Apple TV Plus以外 还同时集成了其他平台的内容 比如现在已经整合了迪士尼 你可以在这里就能直接跳转 当然你也要同时订阅迪士尼 或者商店里面的其他内容 则是需要额外购买和租赁的 一旦购买以后 你将永久和完全的拥有它 在你其他App设备上 可以随时观看 在App TV Plus里面 你是可以随意观看 Apple原创内容的 得益于苹果这两年半的持续投入 在内容上 比刚起步那轮时间要好很多了 其原创作品 制作今两多部作品 获得爱美奖提名 比如 灭多德教练 生活歌里术 成早直播室 重建光临 等等十几部优秀影片 Apple原创作品 薪之旋律 更是在今年的 94届奥斯卡金像奖 获得最佳电 最佳蓝配 和最佳改变剧本 三项输入 除了这些以外 Apple也非常重视家庭内容 适合小朋友观看的节目 一样精彩绝伦 有了好的内容 当然也要有好的播放品质 Apple TV Plus 影片基本是全覆盖4K 双录底 视听享受 给到你极致 前面我们说了 Apple TV Plus 内容不分区 这样的话 在字幕方面 你可以找到 几乎所有的主流语言 甚至支持 一部分语系的语音 最后还有一点 Apple TV Plus 是可以直接播放的平台 不论你是连通电信 还是移动 都可以做到 即点即播 无需额外的一些骚操作 好了 今天关于 Apple TV Plus的详细介绍 就到这里了 经过Apple 两年多的投入 目前它终于可以说 是有了些许的内容 不光是在数量上 有所增加 在品质上 也是绝对的值得称赞 如果你看腻了 某些平台的 胭脂薯粉 不妨试试它 新购App设备 免费送三个月 或者和好友 组建家庭组合租 都是非常划算的方式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